台湾首部海陸腔客语剧《茶经》 改编自客家第一茶商江阿兴的故事 由演员连于涵 郭子前 温申豪 薛士林等人主演 讲述在茶叶比金子还贵重的1950年代 独身女张艺兴如何接受父亲的茶商事业 曾指导过我们与二的剧里导演林军阳 再度与公式合作新剧《茶经》 导演表示希望透过《茶经》 让更多的人对于我们生长的土地有更多的认同 文化其实就是这样子 刚刚长官有讲到说1.1的累积 然后让我们这块土地上面可以讲出来的故事 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 越来越多的认同跟越来越多的共感 另外协同制作的客家委员会主委杨长正表示 在《茶经》里面不仅能看到多元的语言 还能看到1950年代下的历史 接触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多元的语言景观 那么也看到了多元的一个国际跟国内不同势力 交错的一个历史的场景 非常的精彩 由火神的眼泪我们与饿的距离 等剧的金钟奖制作团队联手打造的《茶经》 为了三年多的筹备 透过六种语言走过20多个古迹 以及长达114天的拍摄 极力还原大时代下的《茶经》岁月 希望透过戏剧将台湾显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重新诠释 让更多的人知道过去台湾骄傲的历史 人间卫视陈云廷 邱启恩 台北采访报道